我们到场有几位老师说 能把幽民界的众生送到极乐世界 请问是否真能做到 真能 这个不是假的 现在幽民界的众生 他们念佛天经 往往比我们人还要认真 所以现在变成是人不如鬼 什么原因呢 鬼知道灾难 所以他们很害怕 人不知道 人真是最愚昧的 你说在前几年 我们听到一个故事 这就是东北的一位法师 很多人都知道 北朝鲜的山神 有三百多位山神 他们希望修净土法门 想找一个老师 来带领他们 到中国来找 派了八个代表 派了八个山神到中国找 找了半年查到了 他们想要请回去 中国的护法神很厉害 在边界把关 不让他出镜 所以以后这八个山神也不错 八个山神也没回去 通通皈依了 所以他就问他了 你们当山神 当了多少年了 三千年了 这法师说 三千年前 设下牟尼佛在世 你为什么不学佛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现在知道学佛 他们说 他到处看了 天上也不好 还是极乐世界好 所以真的 鬼神很用功 我们每一次 你看这个三十七年的 这个超度佛寺 法规超度 真有效 这里的鬼神 有没有往生的 有 少数就是了 多数 超度也都超度了 你不是过轨道 超度到出生道就超度了 超度到人度的时候就更高了 通通的理 那么依旧在轨道里 大概留下了差不多是一半了 另外有一半的说 其他过到去了 所以这真的是好事情 由于进入 其里